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鲜爱唱歌 这边给您最系统 最科学 最简单的唱歌方法 Let's go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这边呢都是会强调大家的几点唱歌 第一个是气息 第二个是口腔 第三个是感情 感情呢是这首歌唱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加入感情 这个呢大家呢非常好把握 那么我们唱 不管是唱民族还是唱美声 它都是要去注意一个气息 气息呢就是我们唱歌的一个基础 还有一个口腔 口腔呢就是医生用棉签去 看你喉咙发炎了没有 这样打开 这样就是打开我们的口腔 那么为了去训练大家的一个气息跟口腔呢 我都会把它分解开来 每一节课呢最主要就去强调这两点 那么也会拿歌曲去为例子 去教大家一个字一个字去咬开 一个一句一句去唱 昨天呢有就是有关注我的朋友说有点难 那么我今天呢会把速度放的再慢一点 让大家呢能够更加的去接受 我们这个这一次呢前面是学了一首西洋红 如果是没有看过视频的朋友啊 可以去翻一下我前期的视频 那么我们这第二期呢是故乡的小鹿为例子啊 故乡的小鹿呢目前也快修完了 那么今天呢应该还剩最后几句 我们今天呢就把它完全唱完 那么我们今天速度放慢一点 时间拉长一点 希望呢大家能够听得懂 如果听不懂的话呢 或者是还有疑惑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我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个速度呢 来来调整我的一个教学视频 好我们开始吧 我再带着大家来练习气息哈 我这边呢为什么说是最系统最科学的啊 因为我们的每一次五分钟的视频 都是接前面的视频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气息 我慢一点教大家 气息就是把气吐出来 均匀的把纸吹起来 每天五分钟练习气息 一定对你唱歌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去感受一下气息 然后呢发出一个声音来 用气息去把声音带出来 发一个呜的声音 好感觉到了气息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去感觉一下 口腔打开 口腔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啊 就是像医生一样 用棉签去看你里面发言了没有 那样去打开 好打开之后呢 那么我们以故乡的小鹿为例子 我们把最后两句学一下 打开口腔 先打开口腔 然后呢待会学会了之后 我们再把气息带进去 我们前两天学的是故乡的小鹿 那么还有最后两句 我们把故乡的小鹿前面先唱一点 然后呢最后两句呢 我教大家一个字一个字 去打开口腔 我们来先唱一下 有感情的带进去啊 我那故乡的小鹿 回忆的味道 回忆小时候的味道 我那故乡的小鹿 是故乡的小鹿 我那故乡的小鹿 还有是时刻向我倾诉 这两句啊 我们先把路旁的小花 一个字咬开来啊 咬开 哦 来 我咬一个字 你们咬一个字啊 哦 路 咬 旁 咬开 对于时刻保持住 来我们再来咬一遍 咬开 最后一句 时刻向我倾诉 一样的咬开 时刻向我倾诉 时刻向我倾诉 一样的咬开 时刻向我倾诉 这两句我们连起来 唱一下 路旁的小花 时刻向我倾诉 没看钢琴有点弹错了 我们再来一遍 咬开 大路旁的小花 时刻向我倾诉 时刻记住打开口腔 然后我们把气息带上 气息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气息变成声音而已 然后呢 我们把气息像咬子一样 我那故乡的小路 整体来一遍 我那故乡的小路 带上气息 是我童年走过的路 咬开啊 整体来一遍啊 从头来一遍 咬开一次 息息带上 息息带上 我那故乡的小路 是我童年走过的路 我那老公的小路 时刻向我去领走 好 唱的这一遍呢 其实我更多的是以咬字为主 那么这一下呢 我们把情感带进去 如果能做得到的呢 就做 做不到的呢 你们就以咬字为主 先把打开口腔这个东西 这个习惯固定一下 好 我们来带情感的 去唱一点这首歌啊 我那故乡的小路 脱衣 把我爱稳的小路 帮中我思念的龙 阿路的小路 时刻向我轻松 好了 今天我们的声乐教学视频 就录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如果有你想要学的歌曲 评论区留言哦 你们的点赞 关注 评论 是我给予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各位了 小鲜鱼这箱油里聊 拜拜